美国对香港的顺差是很大的 那如果真的呢 香港被美国单方面的取消 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的 那香港特区政府呢 就可以对美国的商品进行征税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最近呢 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那这个法案的名字呢 叫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听起来呢 是在支持香港的人权和民主的发展 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呢 那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乱港分子之一 黄之锋 那等了乱港分子呢 欢欣鼓舞 开心不已 那当然也包括 之前和黄之锋 一起去美国国会 这个听证会 去发表演讲的 和润师 等等呢 都非常的开心 那认为呢 自己是个大获全胜 那同时他们也认为呢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一定能够给香港的 这个特区政府 带来沉重的打击 也一定呢 能为香港的发展呢 带来很好的 很大的帮助 目前在香港的乱港分子呢 乱港派呢 他们普遍性的口号就是 这个为了香港好 要光复香港 要发展香港 要关心香港 然后呢 以为自己的这个抗争呢 因为美国所推出的 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 他们终于取得了一个 阶段性的胜利 所以呢就很高兴 可是当我呢 这边仔细的在分析 和这 呃 研究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它的内容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 很不对劲 然后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香港的这个民主法案呢 人权与民主法案呢 那我们就简称为叫做 美国这个香港法案啊 不然的话 每次都一说这个很长 很拗口啊 那美国香港法案 那这个法案对香港而言 到底是在帮助香港 还是在毁灭香港 或者说 更简单一点说 对香港这个城市啊 他这个对居的人民 他的生活 发展 经济 各方面啊 到底是势力 是弊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需要值得思考的啊 否则呢 光光这个跟着 美国起舞啊 觉得美国好像支持谁 支持谁 但是事实上呢 对香港 对香港人民 对香港的未来 真的好吗 或者说 好在哪里 或者说 无利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要仔细的看 今天我们成月观点呢 就一起来分析 这个课题 美国香港法案 总体上呢 对香港的影响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美国认为呢 需要去 去这个 检讨 或者是呢 去分析 或者去审核 看看在香港的人权 和民主发展过程中呢 是不是有一些人 对香港人权 与民主人士 进行了制裁 或者是呢 这个镇压 或者各种啊 那如果出现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美国会对 认为威胁到 香港民主自由的 这些相关人员呢 进行制裁 制裁的方式 就无外乎这些禁止呢 这个入境美国 就是不发放签证 那以及呢 冻结 这样的这个人士呢 在美国的资产 等等啊 从这一条角度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呢 对于香港的这个管理层呢 香港政府 香港的警队等等呢 包括香港的司法系统 那就是社会治理 就政府这边呢 会不会有影响呢 可能会有影响 这个影响会不会很大呢 其实也不会很大 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第一 香港目前是在 一国两制之下 那香港的司法呀 香港的警队呀 这个执法单位呀 包括香港的立法会呀 香港的政府呢 它保持了 一国两制的独立运作 对吧 那目前香港的执法 是非常符合国际规范的 甚至是在很多方面 比国际规范要求的 更加的去去考虑到 或者照顾到这些示威者 这些暴徒的 他们的所谓的权利 我们经常看到 在这个直播视频里看到 这些暴徒呢 他们可能摔跤了 受伤了 还有一次下雨了 那这个警队呢 就打伞 帮助这些暴徒呢 去遮风党雨 所以呢 对于很多被干扰的市民呢 也非常的愤慨 认为警队呢 过分的去保护这些暴徒 那执法的力度不够 和美国的警察比起来呢 香港警队 香港司法 及香港政府 是非常非常的考虑人权 在整个的震报 抗这个示威过程中呢 那香港政府的作为呢 实际上是非常的 这个挑不出太多的毛病 至于说警察开枪 警察和这个示威者追打 在街头 那都有相关的视频 相关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作为例证 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也能够看得出来 那作为警方 他的使用器械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符合国际规范 甚至比国际规范呢 更做得更好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如果美国政府 对于符合国际规范的 香港的执法人员 和香港政府 进行人员的制裁呢 那么美国本身自己 就很难自圆其说 比如说那未来在美国 发生的这些抗议活动 那美国政府 要不要对他的警队 他的警察 他的这个政府人员 进行制裁 那这一点呢 要符合统一的标准 所以呢 这一条想推出呢 讲白了就是 深圳不怕影子歪 如果香港的警队 香港的政府 他们在街头的震报过程中 在这些打击这些 犯罪违法分子的过程中 他们的做法 符合国际规范 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么你美国推出 无论是哪一种制裁 那都制裁不到 他们身上去 所以这一点就是 深圳不怕影子歪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呢 对这些警队的执法的 对香港的影响呢 其实没那么的大 那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法案的另外一方面 那就这个法案 主要是两个方面了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可能对 人员制裁以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可能会取消 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待遇 这一点的话 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理解 但是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对于香港能够成为 亚洲金融中心 和这个 甚至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很多人呢 认为这一条呢 乱港分子感到非常高兴的话呢 实际上是没有搞清楚情况 因为这一条呢 是自残世的制裁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一条的内容 重点分析一下 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呢 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 首当其冲 其冲的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将会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独立关税区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贸易领域呢 这个货物进出境的这个监管 那他的关税呢 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争免 均于按照该地区政府颁布的海关法规进行执行 那享受独立关税区待遇的地方 此言不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是享有充分的国际经贸自主权 能自主的处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所规定的各项 关税和非关税的这个措施 例如关税的减让 那给予最惠国的待遇 国民的待遇 那原产地标记等等 目前在WTO中呢 存在四个独立关税区 即欧盟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和中国台湾 那好了 讲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香港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转口贸易 它是港口啊 那香港呢 它也是非常自由的这个贸易区 包括金融 服务业和这个实际的转口货贸业务啊 那如果说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那可想而知 对香港的这个贸易自由 经商自由的打击呢 会非常的大 那美国拿取消独立关税区这件事情 进行威胁 它其实明面上是威胁香港 那本质上呢 它是拿着香港呢 来打击中国 来把香港作为反对中国 打击中国的一个桥头堡 那听上去这个独立关税区呢 就好像是美国施舍给的一样 想拿就拿回去 想给就给 但事实上呢 就连很多香港的民众自己呢 可能都不了解啊 独立关税区这个 它这样一个名头吧 或者这样一个待遇呢 并不是美国给的啊 那今天的特区政府呢 他在声明中呢 提到了明确指出了啊 基本法赋予香港的独特地位 并非任何其他国家单方面赋予 香港的独特地位 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 经贸地位呢 也和其他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地位呢 是相等的 他这个讲的其实就是 就是香港的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独特地位 就是香港目前呢 他能够是他 使他成为独立关税区的条件 不是美国说你是独立关税区 就独立关税区 比如说举个例子 那美国如果今天 说阿富汗 说伊拉克 是独立关税区 那可以吗 不可以 那他如果说中国 比如说哪一个省 是独立关税区可以吗 也不可以 他这里面是需要很多的条件 就像这些条件 如果都符合 那你才是独立关税区 那你不能说我符合这些条件 你就不承认 那他就不是了 这一点的话呢 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说 中国政府 首先香港是个特区 中国政府 允许他去做独立的关税 法律各方面呢 是 首先这个中国政府 是允许他这样子 其次呢 香港自己在经贸 各种各样的 这个特区的 这个政府的 法规层面 政府执行层面 政府的各种 这个条例 规定层面 他符合世界贸易组织 这个独立关税区的 这个条件 所以呢 是各方面的要素 放在一起的 而不是美国呢 好像施舍的一样 香港的回归呢 是世界 回归之前呢 他就已经是一个 世界的自由港 也被称为 亚洲四小龙 那他因为是 这个依靠内地啊 在内地在一起呢 所以呢 有很多的 是做法呢 是把这个 中国和世界呢 进行一个 关联 这个地位呢 是十分稳固 不会轻易的呢 就 因为美国修个法律 然后就香港呢 就好像这个地位 就没有了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美国可能也 就长时间 自己作为一个世界警察 作为一个世界老大 就有点把自己的 那个架子 摆得太高 觉得呢 好像都是他给的一样 那我们来看啊 英国呢 是这个 其中一个叫 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 一个缔约方 那香港是以 英方代表团身份呢 进行参与 这是以前的时候了 1986年呢 香港在获得 中国政府同意之后呢 才获得了 独立关税局的地位 所以最影响 香港独立关税局地位的 实际上是中国 因为是中国 是中央政府嘛 1995年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 作为创始成员的 香港进一步巩固了 独立关税局的地位 由此可见呢 香港独立关税局的地位 不是美国所给予的 也不是美国呢 单方面可以剥夺的啊 那这个呢 我们先把这个 事实情况分析清楚 然后再来看啊 那美国 这个如果说 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老大 对吧 他这个经济啊 各方面影响力很大 如果他真的要去 推动剥夺香港独立 关税局的地位 那对香港而言呢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归以后呢 那97回归以后呢 基本法则保障了 香港的上述种种 国际地位和它的优势呢 能够得以维系 那www 这里面有很多的法律条款 那我们呢 就不一一的去 去说 那总归呢 在基本法当中呢 会有关于很多 去保障香港国际地位的 这些条款 那这样子呢 可以促使着香港呢 继续去拥有它的这个优势 几十年呢 香港和各国签署了 600多份协议 包括移交逃犯 长期协议 司法互助协议 避免双重磕税协议等等 都巩固了呢 香港在国际经贸的 它的这个经贸地位 在多多项的国际排名之中 香港呢 始终名列前茂 比如世界正义工程 公布的2019年 法制排名 香港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呢 排名第16名 而美国呢 仅仅排名第20名 这些反映出香港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在经济 经贸和法治 等国际舞台上呢 均占有一些重要的地位 等等 这些呢 我们就不说了 它其实呢 就核心的要点 就是在强调一点 就是香港独立贡政区 是香港政府的 这个 它过往这么多年 积累下来的这个能力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它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 一个特区 中国政府允许香港 享受独立的司法贸易 政府包括议会各种 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法律 包括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制度 等等 这些在基本法里面的各项条款的规定 是香港能够保持独立关税局的 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香港和曾经和英国英方 签署的各种协议 以及呢 世界贸易组织 还有全球各个国家 签订了很多的这个经贸协议 法律协议 框架这些 这些协议司法框架 等等呢 都保证了香港 它具有享受国际这个 独立关税区的呢 这样一个地位 而这个地位呢 不是美国想取消就取消的 那如果说我们提到了 美国呢 是世界第一大强国 如果它就是要去推动取消 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的话呢 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啊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 美国在香港赚取的双边贸易顺差 是在其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 就是美国在香港赚取的贸易顺差 单单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330亿美元 根据投资推广署和统计 政府统计处的最新统计数据呢 现在有1344家美国公司在驻扎香港 其中278家是地区总部 同时约有8万5千名美国人在香港居住 美国单方面改变对香港的经贸政策 将会对双方的关系和美国的利益呢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个呢 其实这一点呢 说白了就是 美国在香港享受着巨额的贸易顺差 那因为香港它不直接生产商品 它是一个典型的中介啊 中间商 那其实就是大陆啊 香港啊等等 还有亚洲其他国家 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呢 香港的是非常少的 但是由于香港它是一个购物天堂 它是一个旅游天堂 因此呢 香港从美国啊 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呢 大量的进口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那么在香港呢 这个地方呢 进行了销售 所以呢 香港它是一个实际上是 等于说你可以理解为 美国的制造业 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制造业 香港呢 是它的一个销售的窗口 等于说帮你卖东西嘛 因此呢 它从美国进口非常多的东西 那这样子呢 美国对香港的顺差是很大的 那如果真的呢 香港被美国单方面的 取消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的 那香港特区政府呢 就可以对美国的商品进行征税 商品的价格呢 会高一些 那一定会降低 美国商品的这个竞争力 从而会影响美国商品 在香港的销售 最终受损的呢 还是美国企业 美国也会因为自己的产品 被加征关税 而极大的影响 原有的这个贸易顺差 这也就意味着呢 如果这个协议被取消呢 那对美国的利益损害呢 是大的啊 总体而言 美国出台的这个香港 这个民 这个香港法案啊 主要在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挑战 实际上对香港的影响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甚至呢 被很多人认为呢 是一种自裁式的这个挑战 香港是美国获取重大利益的一个战略平台 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美国无视这这些这个暴徒在街头的这个公共的危害 反而接着自由人权呢 把香港把列为呢 对港大陆的工具 我觉得呢 目前啊 这个香港的反对派呢 支持美国的推出的这个所谓的法案呢 我我个人的看法呢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事实上这个法案本身 对香港的反对派呢 仅仅是一种用嘴巴在喊的 就是啊我支持你 我推出什么法案 他对香港本身实际的经济呢 实际的实际的这个 能够采取的措施呢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中国的官媒呢 有一个评论 叫做呢 香港 这个美国香港法案 就是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 就是废止一张 没有什么作用 那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啊 美国倾全国之力 在全球推行 他的这个取消香港独立关系局地位的 这样一个政策的话 那么坦白讲呢 对香港呢 造成伤害 对美国呢 也造成伤害 那因此呢 现在香港的反对派 像黄之锋之类的呢 就特别的开心啊 高兴 欢欣鼓舞 那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明显 对美国 对香港 都是不利的 那对香港本身呢 也是造成伤害的 所以我觉得 嗯 他们这些人啊 没有搞清楚实际的情况啊 仅仅呢 一味的 就借着自己的荷尔门啊 去为反对 而反对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美国推出的 这样的方案 它的本质 和能带来的影响 到底怎么样啊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非常值得 深思和考虑的啊 由于最后呢 我们来说这个香港呢 它毕竟是中国的香港啊 中国呢 今天的中国呢 也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啊 激弱不堪的中国 所以嗯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香港呢 已经回归啊 几十年了 那去殖民化的过程呢 是必不可少的啊 过去的几十年呢 大陆 让对香港的管制呢 非常的怂 基本上呢 都保持着啊 香港自己去管自己 港人治港 但事实上呢 会发现 无论在媒体啊 教育各方面呢 去竟然被西方的 这个渗透啊 培养了非常多的反华 反对中国的这个势力 成为反中 抵抗中国崛起 抵抗中国发展的 一个桥头堡 这个呢 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 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呢 都不愿意看到 也不可能让它 继续发声的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 根据四中全会的公告啊 那会加强对香港的管制 我也期待呢 香港能够尽快 直暴直乱 回归正常啊 那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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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